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仔细观察 将会发现有相当多的展览可以一次逛完而不会重复路线 其实啊 这就是有名的油拉图的应用呢 老师老师 快点啦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画家的 对啊 他的自画像真的画得非常的好 没想到啊 他居然这次愿意出界15副画像来到台北展出耶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你们两个假日一大早把我拉来看展了 这个画家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我跟你说哦 他就是号称本世纪最天才的画家哦 他独立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画风 因为他的自画像啊 都以胸和的表情为主 所以大家都称他的派系啊 叫五告派 没错没错 而且他这次出界的15副画像 都是他最引以为要的哦 老师 我们赶快去看 走走走 老师 嗯 这个展场的路线好复杂哦 待会我们还要补习 只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参观 我们要怎么安排我们的路线呢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走 嗯 对 然后到这边 然后左 左掌 对对对 然后在这边看 吵什么 叽叽喳喳的都把我吵醒了 我看看 嗯 这很简单嘛 这是一张油拉图 我们可以从路口进去 走完所有的路径不重复 然后从出口出去 嗯 好啦 好啦 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好了 所谓的油拉图呢 它就是能一笔画画完 而不重复的图形哦 比如说 这两个图形 你们有办法一次画完吗 我画完其中一张了 我也画完其中一张了 可是 为什么另外一个图形 没有办法一笔画完成呢 嗯 没有错 第一张图形 它之所以可以一笔画画完 是因为它拥有油拉路径 也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油拉图 那么第二个图形呢 它无法一笔画画完 是因为它没有油拉路径 它也没有油拉回路 所以呢 它就不是一张油拉图 油拉路径 油拉回路 所谓的油拉路径呢 就是说 一笔画走完图形 那么起点跟终点呢 可以不同 那油拉回路呢 就是一笔画走完所有的图形 那起点跟终点必须相同 哦 所以只要有油拉路径或油拉回路的图形 就能够一笔画画完咯 那我们要怎么样判别图形 有没有油拉路径或者油拉回路呢 嗯 根据研究发现 如果想要一笔画画完图形 那你的奇数顶点 就必须是零个 或是两个才能画出来 那么什么叫做奇数顶点跟偶数顶点呢 来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顶点 所谓的顶点就是 在所有路径里面 它有交汇在一起的那个点 那么我们就称为那叫顶点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路径的顶点 都找出来了以后 开始去分析它 什么叫做奇数顶点呢 就是顶点上面 发现它是一条 三条 五条 七条 等等等 是成奇数的路径 那么我们就称为 这叫奇数顶点 反过来讲呢 如果这个顶点呢 上面的路径是两条 四条 六条 八条 或等等的 那么它成偶数的状态 那自然就称为偶数顶点了 不太懂是吗 好 那我们用刚刚的图形来说明 我们先看第一个图形 第一个图形呢 先把所有的顶点找出来 它总共几个顶点呢 最上面一 再来呢 二 三 四 五 六 它总共有六个顶点 那么 这六个顶点呢 到底谁是奇数顶点 谁是偶数顶点呢 等一下我们找出来是奇数顶点 我们就用蓝色来标记 那偶数顶点呢 我们就用红色来标记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呢 它有左边一条线 右边一条线 它总共两条线 所以是 对 偶数顶点 它是红色的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有上面一条 平的一条 斜下 那下面一条 总共有四条 四条是什么 是偶数 所以用红色的 它是偶数顶点 那么第三个点呢 看到 总共有四条 所以也叫偶数 第四个呢 有四条 所以也是偶数顶点 第五个呢 它有三条 它是奇数顶点 所以用蓝色的把它标起来 来最后一个点 它也是三条 所以它也是奇数顶点 来我们用蓝色把它标起来 好 那么如果这张图是拥有 油拉路径 那么它呢 就能一笔走完 而且啊 是从哪里开始 哪里结束 是从 奇数顶点的其中一个点开始 那么 就会从另外一个点 结束 哦 这样子了解了吗 哦 我懂了 所以第二张图中 嗯 只有四个奇数顶点 所以它不是油拉图咯 难怪我画不出来 咦 老师 为什么这个图形要叫做 油拉图这么奇怪的名字啊 其实 这跟油拉图的由来有关哦 油拉是一位 瑞士数学家的名字 它号称是瑞士 有史以来最多产的数学家 它在任何领域 包括物理 化学 天文啊 甚至日常生活中 都能发现到数学的规则 那最早的油拉图问题呢 就是从著名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开始的 德国科尼斯堡 是一座有一条大河流经过的城市 有一天 有一位年轻人问油拉说 嘿 你数学这么厉害 那你有没有办法一次走完河面上的七座桥 不会重复路线 然后最后回到出发点呢 油拉在思考了一会说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我们将德国科尼斯堡七桥的地图 大致以简单的线条跟顶点画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的知道这四个顶点 A B C D 都是属于基数顶点 也就是说 它不存在着油拉路径 或油拉轨路 那这样呢 就代表着 它没有办法一笔画走完 而不重复路线喔 所以以后的数学家 就以油拉的名字来命名 可以一笔画走完的图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老师 只要是零的基数顶点 或是两个基数顶点的图形 都是油拉的图 那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啊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 油拉路径跟油拉回路的差别吗 如果是两个基数顶点的图形 它是拥有油拉路径 那么也就是说 起点跟中点都不同 但是呢 其中的一个基数顶点就是起点 那么另外一个基数顶点 就必为中点 那么如果呢 是零个基数顶点的图形 就是它全部都是偶数顶点呢 则会拥有油拉回路 也就是说不管 从哪个顶点出发 走完一圈 全部的路径都走完 不重复以后 它会回到刚才的那个出发点 那同时也就是出口 所以出入口 会在同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几个范例 来深入了解 油拉路径 与油拉回路的差异吧 这是一开始进入展场时 老师请你们练习画画的图形 你们可以看到它一共有六个顶点 而要判断它是否可以一笔画画完 就要去确认它是否只有两个基数顶点 或是没有基数顶点 而我们发现这个图形只有三 六 两个顶点是基数顶点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一笔画画完的油拉路径 那么它的路径顺序该要怎么画呢 我们从顶点三出发 它最后呢 就会从另外一个基数顶点 也就是0.6结束 而各位呢 不妨去画看看 你会发现呢 画出来的油拉路径 不止只有唯一的一条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范例 我们看这一张图 它一共有12个顶点 要判断它是否可以一笔画画完 就要先去判断它是否含有油拉路径 或者是含有油拉回路 因此需要去确认它的基数顶点的总数 观察后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图形每个顶点都是偶数顶点 所以基数顶点的总数为0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 它是可以一笔画完的油拉回路图 那么它的路径图要怎么画呢 如果我们将顶点2当作其实点 那么这个路径的顺序为2 3 1 4 5 7 11 10 12 9 8 6 3 4 7 10 9 6 2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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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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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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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0 10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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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完成的路径順序 哇,好漂亮的蝴蝶哦 怎么展场里会有那么漂亮的蝴蝶飞进来呢 这真是太神奇了 你们第一题的题目已经做出来了吗 刚刚还在想第二个题目要出什么的时候 突然一只好漂亮的蝴蝶飞进来 这也让我想到第二题的题目了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的题目是什么 请判断此图 可否一笔画画完 该图为油拉路径还是油拉回路 是写出该图一笔完成的路径顺序 那兩個關於油拉圖的練習題 你們有沒有把所有的答案都解出來了呢 就讓老師來簡單的為你們解答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例題 它總共有十個頂點 這十個頂點都是偶數頂點 所以呢 它是一個油拉回路 它是可以一筆畫畫完的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路徑圖吧 如果從頂點一出發 它的路徑順序可為 一、五、十、九、二、五、九、一、十、二、一 可以一筆畫畫出的一條回路 果然以頂點一為起始點 而最終的終點也回到了頂點一 聰明的你們 有沒有全部都做出來了呢 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一隻就是老師剛才說的漂亮的蝴蝶 接下來就有老師為您解第二題 蝴蝶的範例題 此圖共有六個頂點 我們可以發現蝴蝶翅膀上的四個藍色頂點 都是偶數頂點 而身體跟翅膀接點部分的頂點 也是偶數頂點 所以這張圖它有油拉回路 可以一筆畫畫完 也就是說從某個點出發後 最後也回到這一點而結束 如果從頂點一出發 那麼它的路徑順序可為 一、三、五、三、四、六、四、二、四、三、一 可以一筆畫將它畫完 剛剛講解了兩題有關油拉圖的範例題 想必各位對於油拉圖的概念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吧 其實呢 不只是圖形可以一筆畫畫完 連我們的中文字中 也有可以一筆畫寫出來的字喔 比如說中文的串字 這個串字它的頂點一共有14個 只有上方的1跟下方的14為激數頂點 所以它擁有油拉路徑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串字的油拉路徑畫法 從最上方的起點開始往下走 一次為一、三、二、五、六、七、四、三、九、八、十一、十二、十三、十、九、十四、 可以畫出一條這樣的路徑 這樣就一筆寫出串這個字了 各位你們有沒有覺得數學其實是非常奇妙的呢 剛剛老師舉了一些有關油拉路徑 及油拉回路的範例及解法 相信現在各位應該對油拉圖的概念 應該是非常非常地了解了吧 我們這樣展場地圖用線條跟頂點簡化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耶 咦?所以說這是一張擁有0的技術頂點的油拉圖 也就是說它有油拉回路囉 太棒了 這樣我們每張畫都可以逛過一遍 然後再回到這裡耶 對啊 看來你們已經完全了解油拉圖囉 哎呦 在我們剛才講解的過程中 時間已經過了快三十分鐘了 也就是說我們只剩一個小時可以參觀囉 什麼?我們快看不完 老師趕快啦我們趕快走啦 別推啦 走啦 趕快我們趕快看 اذ Dannrer 那趕快點 那趕快快 erhö 看一下 嗯玉拉圖 多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